我们今天晚上早点讲过的时候 我们就说本来讲的以利亚的日子 后来我们就开始讲的颜色与形状 那么以利亚的日子 所以说我们在学先知启示信的时候 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学习去观看 有时候天气的改变 我发觉有一个先知 他出去服输的很奇妙 好像神特别的怜悯 他有时候到很热的地方 去那地方那天就很凉快 他一走太阳又开始热起来了 他没有去前热得不得了 他一到那边就联系了雨季就开始进来 但他一走的时候天气又开始热起来 有时候他到冷的地方去 那天气就特别温暖那一段时间 所以说好像有神的恩宠 他自己都不太相信 他说一个人会 就是为了这一个人神都会改变天气吗 是不是会 因为你和以利亚祷告天气就改变 所以说这个 当我们这是在神面前 行在耶和华眼中看回正的事情 神会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种不同的事情 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了 为什么会神为我们这一个人 会做这么大的事情 觉得自己都不配 但是我们在神 我们永远不了解神怎么看我们 所以我们要常常就是祷告说 主啊求你把你的眼睛放在我们的里面 把你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的里面 好叫我们那种看人看事 不是从你的角度看 而不是从我们的角度看 叫我们认识你 也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认识你 乃是从你要我们认识你的角度来认识你 这个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那么这个 这个伊利亚我刚刚讲过什么 他的名字是什么 是神的名字两个的总和 L是代表神的全能 那么耶和华呢 是代表神与我们的关系 所以他的名字呢 是神的能力与神与我们的关系的一个总和 所以他本身的这个名字 就是一个很具有启示性代表的一个名字 那么因此呢 其实呢这个名字呢 在希伯来文翻出来 它都有不同的意思 都有不同的意思 像米加勒米加勒Michael 这个米加勒这是征战的天使长 他的意思呢 名字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谁像我们的神 有何神像我们的神 有谁像我们的神 那个意思呢 他的名字翻出来的意思就是一种挑战性的 有谁像我们的神 就是说你哪个不服气的出来试试看 有谁像我们的神 你们有谁不服气的没有 就是说你们来比比看 看看我们的神是什么 所以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那么在以利亚的世代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一个背景呢 那么那是亚哈王呢 跟这个什么耶喜别结合 那么耶喜别呢 他不是犹太人 他是外邦人 而且他们他是行邪术的 所以他来的时候呢 他把他自己的什么假先知带来了 所以这个假先知呢 他不是说没有神迹意识 假先知也会有神迹意识的 比如说有的算命的 他可以跟你算得很准的 但是他不是靠圣灵 他不是靠神的灵 你看这个 好像他们在外表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假先知永远是什么 模仿真先知的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那个所有的这个 这个好像说这个 巫术和邪术 他们里面所有的能力 我跟你讲 他们这些能力怎么样呢 原来我想都是神 所给他们的一种恩赐在天上的 他们没有堕落以前就有了 所以说你看 你在这个基督教里面 我们有什么 有先知是不是 那么在其他宗教什么 有算命的 你说我们懂得圣灵的流 他们有什么 与交诡的 是不是 你说我们跟圣灵 或者跟天使有什么 有谈话 比如说有的人 我看过有这种经历的 但是有的什么 有的什么 行法术 行邪术 他们可以跟鬼交谈的 是不是 你有什么 这个 一些很多事情 属灵的一些事情 他们可能也有 在外表上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在里面完全不同的包装 所以说这一点呢 这是什么样 就是叫邪术 它是以假乱针 而且借着邪术能力 造成操纵和控制 所以邪术呢 是什么 以假乱针 而且什么 叫操纵和控制 用什么 它有邪术能力 你就怕它 它会操纵和控制你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是那个以色列 那个黑暗的时代 而且怎么样 耶洗别呢 与这个仇敌去争战 就是与耶华的这个先知去争战 那么那有几件情形呢 那是在这个很黑暗的一个世代里面 那么在雅哈王是什么 他是一个weak minded leader 他是一个心智很柔弱的一个人 他容易被人家掌控 所以说做一个领袖的 不能心智太柔弱 你一定心智要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 这个刚强壮胆呢 不叫做顽固 或是这个是顽敏 这又不一样 刚强壮胆是什么 靠着神怎么样 能够行事 那么如果说是一个 一个人他要是很柔弱的时候 他就容易被人家掌控 所以说你看 有时候在一个团队里面 或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就是我们在这个福祉里面 看到有的一个团队的领袖 他要是个性很强的时候 怎么样呢 一般的弟兄姊妹是跟不上去的 跟不进去的 为什么呢 不习惯那种强势的 能够跟这个强势的领袖 在一起合作的什么 都是什么样 那个同工一定要非常温和的人 非常温和 否则你要是不够温和 你没有办法跟这个强势的领袖 在一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看法 那么这个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强势是一回事 但是不能有操纵和控制 操纵和控制就不对了 所以说有的领袖 他领袖领导力比较强的怎么样 他也要学习怎么样 要学习体会人的心思意念 不都是照他一个人的强势去做 他自己除非说 他跟着神很清楚的方向指引 他才可以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雅浩他既不是亲近神 他也不是很刚强的领袖 他什么事情都是上太座报告 那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弟兄们呢 有什么事情不要跟太太商量 但是一家之主呢 这个为什么神给这个男的 男人的是什么 要汗流满面才的户口 就是什么呀 你汗流满面才的户口 就是说你要绞尽你的脑子 什么去做事 神把那个逻辑那部分就给弟兄 所以他们在一般测量讲 一般来讲好像 弟兄们的这个IQ 应该是比姐妹们的IQ会高一些 但不是说相差很悬殊的 也不是这样 但是弟兄们多关是走逻辑 也不是说弟兄一定比姐妹聪明 就是说呢 他弟兄们从常用的是这样子 走逻辑 那弟兄这个碰到工作很环境 很困难的时候 这是伤脑筋 是不是 那姐妹们呢就是说什么 要很伤心 是不是 你看弟兄们回家的时候呢 这个一天工作很烦恼了 姐妹们呢不要去跟他说 哎呀怎么样了 你都没有什么注意到我 给你做的菜怎么好 这个弟兄没有心的 他吃饭也是心不在意 在想那个事情 吃完饭以后怎么样呢 泡杯茶 报纸 要是喜欢看报纸去看一看 或是看看新闻 就来看看电视 然后呢 稍微安静一点 他脑灯休息 然后就慢慢去 把他的花引出来 到底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也许弟兄慢慢讲 要是姐妹呢 有这个智慧 能够帮他的弟兄 解除他心中的困难 弟兄一想通了 什么事都OK了 就这个80%的pressure就没有了 当姐妹回家的时候 很烦的时候呢 你不要去跟他去讲那个逻辑 要越讲他越生气 怎么弟兄们就好好安慰他 说哎呀太太我爱你 给他一个拥抱 给他脸上一个亲吻 说来来我带你做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要怎么样的 把一盆鲜花在他的面前呢 送他一个小卡片 说我爱你怎么样的 哎这个姐妹已经89% 烟消云散了 事情还没有绝 那她心情好多了 是不是这样子 好多的是这样 好 所以是一次 有一次呢 我在跟我的师母就在电话上 因为我常常出去 她有时候就会抱怨 她说我这个先生等于有都没有 人家都说我单亲的了 哎我这个也不晓得该怎么说 有差他讲多了 我就不太烦了 我就说你看我们在没有结婚以前 你住在某一个弟兄姊妹家里 那个弟兄呢 他就是船上的大父 他现在他就船出去 一出去是半年 那他太太不是都很好吗 错误错误错误 他就跟我在电话上就说 我不是那个太太 我是你太太 我所需要听的是什么样 你多么想念我 你多么希望我在你的身旁 等不等 哎呦 我说哇呀 这个话心里讲过出来 觉得好业好肉麻的感觉 但是我就是好 是是是 我就学习他就 照他所讲的 在电话上重复一遍 哇居然他在那边电话中 就笑得乐不可看 哇我说真是这么简单吗 我就说哇 所以说弟兄们呢 好好爱你的太太 你嘴巴甜一点 他会为你卖命的 所以未婚的弟兄子要学习 已婚的弟兄更要学习 要婚姻家庭美满呢 这个要的 要你太太全力支持你 就是嘴巴要甜一点 嘴巴要甜一点 好这是题外话 不过呢这个时候呢 这个雅哈王呢 他完全被他太太掌控 而且他太太带一帮什么 打手一样的 那个贾先知很凶悍的 因此呢 他是被他掌控的 那么这个耶喜别呢 他怎么样呢 他把这个贾先知 引进到这个神的国家里面来 你看呢 所以说为什么 圣经说信与不信的 不可同夫一额 那就是说呢 我们不信的人 这个时候不信的人 跟相信的人 跟我们相信的人 你的这个价值观 根本就不一样 你的价值观 根本就不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你要是把他在一起结合的时候呢 你根本谈不在一起的 很多事情的观念都不太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这个信与不信的 但的连结的时候 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我这个垫快用完了 需要把这个垫装一下 有谁可以把这个垫装 我插一下 好 谢谢 那么因此呢 在这种情形上 他把贾先知在 列王记上18章19节 我们看一下 列王记上18章19节 这个18章19节怎么样呢 他这里怎么说 现在你当差遣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 并耶洗别所供养亚瑟勒的那四百个先知 使我们都上加密山去见 你知道这个耶洗别养了八百五十个假先知 八百五十个假先知 你看 这是这个像一个军队一样 然后怎么样呢 这个假先知怎么就在国家里面行什么巫术跟邪术 而且求告什么 这个假神就是什么邪灵 而且靠邪灵来行巫术跟邪术 迷惑众人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你看 譬如说 在这个 我像在台湾可能是 所有华人的国家里面 偶像的庙域是最多的 很多行邪术行巫术的 就是什么 大家都慢慢就去相信这些东西去 那为什么 就是叫人家会被迷惑 因为他们的机会有法术有能力的 然后呢 这个在那段时间呢 以色列呢 并不是来跟从神在那里好好的走 在十八章二十一节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 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 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 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 众民一言不答 那就是说你们到底要侍奉 到底要怎么样侍奉神呢 若是神叫耶和华是真实 你们就好好去跟他 若是巴利是神 你们就去跟他 他讲得很干脆 我不跟你们啰嗦 叫神自己来应证 为什么众民一言不答呢 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 他怕说错了话 而且第二方面怎么样 巴利跟亚赛勒 八百五十个先知在那边 他们敢惹这些人吗 为什么呢 这些人是把神的先知都杀掉的人 凶悍的不得了的 可能带了兵器的 可能还有军队保护他们的 所以众人什么 不敢讲 就是知道了 他也不敢说什么样 所以这个贾先知势力 要起来的时候 他有那种控制 胁迫的那个能力 在那边吓破人家 然后呢 以色列那个国家呢 他是什么 在神的审判当中 在这个《猎王记》上 十八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十七节到十八节 怎么说呢 亚哈见到以利亚便说 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 以利亚说 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父家 因为你们离奇耶华的贱命 去随从巴利 是怎么样 因为什么样 在上的敬拜偶像型邪术 怎么样 就是那个国家遭殃 所以我昨天晚上讲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在清朝的末年的时候 为什么会损失那么多国土 我相信跟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情况有关系 为什么呢 这个慈禧太后他们说 晚年的时候叫他老佛爷 因为他最后已经开始学法术了 行邪术了 所以那个国家怎么 我们那个国家怎么 就一直被外力 你看在清朝的时候丢了多少土地 光这个中国的北边 哇 这个土地丢了多少 都丢掉了 所以一个国家呢 要是不行着 耶华眼中看得正为正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损失很多很多东西 而且怎么样 以利亚祷告什么 三年半就不下雨 所以在为什么在末世的时候 神要兴起以利亚的世代 我要差遣以利亚到他的百姓当中 什么 使父的心回转 以利亚怎么使父的心回转 不是说神的心不是对的我们 乃是什么 以利亚的父是把神的那个心意能够带到能力 带到他的百姓当时 他的百姓能够得到释放 才能回转过来 否则那个百姓没有办法回转 就像我跟主说应该是我们的心先回转归向你 你的心再回转来对我们 对不对 因为是我们背你 那神跟我讲说 不是我不回转的 我一直照你们 只是你们看不到我的能力 是什么 我一定要借着那个以利亚 那个先知的那么大的能力 把我的百姓从 好像那个罪恶的捆绑中释放出来 好使你们才能回转到我这边来 所以神的就是我先来照顾你们 你们才能转得回来 那么这个 那么那个是什么样的时代 是一个背逆的时代 还有呢 在这个 明书记十一章 十六节 不对 Deuteronomy 生命记 十一章 十六节 十一章十六节是怎么样的 他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偏离这路去 侍奉敬拜别神 叶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 就是天必塞不下雨 地也不出产 使你们在叶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速速灭亡 所以有时候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有时候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呢 不一定 我们所能看到是个大自然的现象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时候呢 神在那里掌权 可能在实行某种的审判 因为审判是从 先从神的家开始 所以说有时候 你看这里面的咒诅就在那边 当一个 侍奉别神的神的时候呢 行邪术 行巫术 神的审判跟震怒 就什么领导 不下雨 地震 灾荒等等 我想可能跟神的审判 都有关系的 那么在那个时代怎么样 因为以色列都在摆偶像 然后怎么样 有很严重的 属灵的征战 这个《猎王记》上 十八章第三节 亚哈将他的家宅 俄巴迪召了来 俄巴迪甚至敬为耶华 耶喜别杀耶华的众先知 这时候 俄巴迪将一百个先知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供养他们 你看 那个属灵征战怎么样 打到最后什么 都可以要杀人了 就像我讲了 我自己的这个 这个姐姐就是这样 好像属灵征战就是什么 那个仇记像灭掉我们那样 所以什么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他有先知启示的恩赐 非常强 有时候我在经过 在外面服侍 经过些什么样的问题 他第二天就打电话来 他说你们昨天几点钟 是有什么状况发生吗 我说对 带导者 他是个歧视性的带导者 他这个预言 我相信以后 我要可能服侍的时候 也会有机会带他一起跟我出去 服侍和佩搭 那么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在末世的时候 这个祷告 要知道如何去祷告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想以后 看看是不是有机会 要开一些带导的课程 那么其实梁牧师 在这方面也非常的好 我想把这些带导的课程 要跟大家教导一下 属灵征战的带导 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 这是一些原则教导 你们就可以去操练了 那么第七点 神是最后的一个赢家 十八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耶和华求你应赢我 应赢我 使这名知道你 耶和华是神 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新回转 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 烧尽番祭 木彩石头 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 众民看见了 就伏伏在地上说 耶和华是神 耶和华是神 你看 这个众民的回转是什么 是因为以利亚的服饰 所以以利亚的服饰是什么 是使神的心转向 以色列的百姓 使以色列百姓在转向 就跟马拉基书最后讲的一模一样 以利亚什么 是一个为父的 他怎么为父呢 他把父彰显出来的 而且他什么 他在那里指责教导亚哈王 亚哈王做的不错 他去指责他的 但是怎么样呢 他却没有叫火降在亚哈王的宫殿里面 把亚哈王杀掉 他也没有叫火降在以色列百姓上 把以色列杀掉 他是什么 他把父的能力彰显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以利亚跟摩西两个 是这个两个先知 到了新约里面去跟主耶稣基督彰显在那个山上变象的时候 我相信这两个是一个先知的代表 但可是你说这个以利亚也没写以利亚书 那我们不带摩西跟以赛亚呢 以赛亚写的这个预言是最多的 但是我相信这个能力的这个先知是很重要的一个先知 为什么呢 有的先知上讲话出去 有时候没有成就呢 我想可能也有一个关系 就是他的本身的那个恩高也有关系 当一个大先知 他的恩高很强的时候 他讲话出去了 他真的像代表神的地上的一个权柄 他宣告的事情就成就了 所以这个先知的这个能力的大小 跟他的职分的这个高低也有关系 他有个很强的一个职分的时候呢 他讲的话是带着权柄出去的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先知去到一个教会去讲道 后来呢 他在服侍就看了有个姐妹 他说过去你有很多的时间在被仇敌的压制 但是神要开始释放你 从今天就要开始 结果没想到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 他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跟那个先知讲说 昨天你跟他发了预言的那位姐妹呢 他已经完全得释放 他原来有什么 有沮丧想要自杀很多年了 但是就是因为神的话领导他 就完全得释放 那种先知不多的 那种先知不多的 那个带着很强的恩高这样出去的 好 但是他那个就是像以利亚的那种恩高一样 带着能力出去的 那个话语呢 所以说这个恩高的确实是很需要的 在这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 十章十九节里面怎么说呢 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蟹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 好 所以因此呢 神要把这样子的能力赐给 跟随他的人 那是赐给什么 门徒 要做门徒的 然后第八点呢 那个什么 一个特别的时代需要特别的转变 那么神在呼召那些人呢 愿意跟他走到一直最后一步 就是说呢 这个在特别的时代的时候 神会兴起特别的人 你看在那个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里面 就是有耶稀别掌权的时代里面 神就兴起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先知 就是什么 伊利亚 来对抗怎么样 这个耶稀别 那么最重要的是这样 就是说有多少人愿意跟神走到最后 就是说 这个英文假作 radical transformation 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改变 这有的人呢 他就是愿意为神走到极端极点去 我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人的 他们的得了启示的恩赐 有他们甚至到百货公司 到那个大的这个 mall里面去传福音 摆了一个桌子 甚至有的人就有启示恩赐 就摆个桌 像那个 有点像算命的一样 你们来我祷告 但是不是算命的 算命是凭邪灵 是不是 先知凭圣灵 他叫他们经历神 叫他知道 神知道你的事情 那不是撒旦专有的独立权 那是神的 只是撒旦早就在那用了 迷惑人叫人家相信他是神 其实他不是神 这是个预言的东西 都是神的东西 法术也不是撒旦有 是属于神的 早在摩西时代 神就已经彰显他的能力了 只是用的不好的 这是那个撒旦用的时候 我们是称为法术 那神也是有法术能力 神的法术能力比撒旦高 是不是 神的那个账 变成舍的就把那个 那个法老的那个术士 那个葬所变成舍就吃掉了 所以神的法 这个法术的能力是高过撒旦的 绝对是高过 因为他是万灵之父 所有的灵界都是从他出的 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呢 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 又是讲到这种尖端性的 这种这个预言的恩赐的时候 我们的同学开始改变了 所有的能力都是出于神 只是看清楚 他这个能力是出于哪一边的来分辨的 在早期的预言开始来到华人的教会当中 在1980年代跟90年代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相信 这些算命的 跑到教会来做什么 所以说早期的先知也是 被打得满头都是包 那时候根本不敢用这两个字 现在还勉强可以提一提了 那么 所以说神在一直在提升他教会的能力 但是这种东西呢 真是也需要有人带 有这个环境去培养去操练 否则是很困难 那么第九点呢 神在为他自己预备的什么 七千个未向巴黎屈膝的 那么现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我觉得神也是在预备什么 不向巴黎屈膝的 什么叫巴黎屈膝呢 就是说我们不向世界来苟合的 我们不向世界来去取得认同的 有的时候我在做报税的时候 我的这个 那个有一个认识一个会计师 他也是基督徒 他说哎呀 他说我牧师你报税 我给你多写点这种东西 你可以多拿点回钱 叫什么 我说你就按照时报时 他说那你怎么 他说我也是基督徒 都没有关系 大家都这么做 我们是基督徒 就不能跟大家 大家都往地狱走 你也跟他往地狱走吗 不行的了 所以说呢 这个基督徒是有些 有取舍的 那么就是说呢 神还是在那里做分别为圣 前的时候呢 我在去年的时候 神就跟我一句话 他说呢 他说这个世代就是越来越邪恶 他说越来越圣洁的人 就越来越圣洁 越邪恶就是越来越邪恶 就是那个壁垒 就越来越分明了 这个时候是很 就是走到最后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从这个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 我们学了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要选择我们的一个伴侣 或是同伴 或者是同工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同心 这个阿摩斯书三章三节 他说二人若不同心 岂能同行 这要找同工 或是找这个partner 或是找婚姻的这个伴侣 一定要是找同心 有同样的信仰 这个同样的信仰就是说嘛 你说同心的意思就是说 有同样的一个看见 那么就是说你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 你的人生的道路的意向是相同的 这个大的点要抓住了 那么这个 我以前这个 以前我在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些不同的意见 我们就开始什么 引经据点 是不是 弟兄们就很容易把那个 以佛所述跟夫妻的关系 丈夫是妻子的头 所以说呢 你要顺服我 我是头 妻子说 我是你的颈子 我不转 你头动不了 要不然就说了什么 那我就说你这个 玩硬着颈项的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又说了 他说基督 他就来软 他说 丈夫要爱妻子 如基督为教会舍身一样 他说你有没有爱到我这个程度 愿意去为我死 说的是 那就 又想不出什么经文来讲 是不是 总而言之呢 就是说怎么样 我们两个还是有同样的根基的 还是有同样的根基 虽然会在小的事情看不通怎么样 但是这个根基 一把它 神的话一带进来 那个生命就准则了 就有准则了 所以说呢 当我们这个夫妻两个同心爱主 一起来常常查考神的话 以来追求主的时候 神就慢慢容易去调整我们的生命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学习的心 我发觉有个基督 虽然他很追求主 但是有的时候他就在某些方面 就是好像硬邦邦的 怎么就搞不定 家里事情总是搞不定是什么 他们两个没有在这个方面关系去学习 有时候人的相处 不是靠你知识 跟你的学问就可以相处的 是要靠智慧的 有的人这个学富5G 或是有的人家财万贯 有很多的经验 有很多的知识的 但是怎么样 他这个夫妻的感情就摆不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方面没有学 所以这个人的相处是最困难的事情 因为人是千变万化的 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 工作的伙伴也好 结婚的伙伴也好 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什么 有同样同心的 那么这个 耶喜别跟这个雅哈王是不是同心呢 根本就不同心了 那么第一个雅哈王可怕没有心 为什么 他不知道他要什么 所以太太来了什么 他是拜偶像新邪术的 他什么都跟他太太报告 为什么 像这个 这个 以利亚在山上对决 就把这个贾先知就杀了以后 他就回去 就一五一十告诉他太太了 他应该回去说 哇 今天好高兴 我们把你的贾先知都除掉了 我应该把你嗅掉 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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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娶个巫婆 真的是道道士师的巫婆 但是怎么 他回去报告 然后呢 这个耶喜别还派人去 这个警告 这个威胁以利亚 说明天 明天这个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命 像那些 我的先知 死在山上一样的话 我就不怎么 所以就把 以利亚一听就跑了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这个 这个世代里面 什么 我要常常祷告 警醒祷告 你要警醒祷告 这警醒祷告 是免得我们入了迷惑 就是你不祷告的时候 你的灵不够警醒的时候 这个灵 很奇妙的 有一次呢 我在开车的时候 要经过一个下坡 到一个T字形的路口 那这个T字形的路口 两边呢 都是围墙 你根本看不到 从T字路口 任何一边 就要冲出来 人和车子都看不到 就很奇妙 突然一个警告 就说小心 一小心呢 我就开始踩刹车 一踩刹车的时候呢 是师母站在那开车 我说你注意 一讲完 就已经到T字路口 就一个年轻人 七个角落 就冲出来了 差毫法之间 车子赶快刹住 因为什么 先警告 这个很奇妙的 你的神的灵 神要是把你的灵 慢慢训练敏味的时候 你在很多地方 神会警告你的 你可以不会听到 那个微小的声音 那这个是慢慢提升的 慢慢提升的 以前的 所以说有这种情形 还有第三点 一定什么样 要刚强壮胆 千万不要怕 因为这个 证言二十九章二十五件的 惧怕人的便陷入网罗 惧怕人的便陷入网罗 什么叫陷入网罗呢 那个网罗把你包在一起的时候 把你掉在半空中的时候 那个网子都是软的 而且从四面八方 你腿脚都受到约束 辖制 就是说当你惧怕人的时候呢 你在那个面前 说什么都不敢说 做什么都不敢做 好像怕 就是被网罗从四面 把你包起来一样 所以你一惧怕的时候 你就什么 就失去力量了 就会被压制 会被控制 有时候呢 你看到一个人 你一惧怕的时候 那个胃就会觉得 很抽在一起的感觉 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或者心情就觉得很闷 为什么呢 你已经被陷在网罗里面了 所以为什么呢 要喜乐 什么 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耶和华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所以说呢 在这方面我们要晓得 我们不能惧怕人 我不说不要敬畏 尊重一些尊重 尤其对全民 我们是要尊重人家 要顺服 那这个是 但是不能惧怕 你一惧怕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敢说 都不敢做 那就陷入网罗一样 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OK OK